指揮中心公布三個境外個案改判本土 而且都是旅館群聚事件 按19042 1月15號 中途路徑解隔後返回桃園家確診 經過病毒基因序列比對 近與高雄港群聚相同 都是後稱Omicron妹妹的B2.2 但人在桃園市如何染上高雄港的病毒 調查發現按19042 居隔期間住的是高雄防疫旅館 同樓層不同房有高雄港的確診者 研判為旅館群聚境外改本土 我們經過我們離清大概在1月28號 那曾經有換房間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BA.2果然頑強 從高雄一步就跳進了北台灣 而且按19042 一家人都通通染疫 匡列接觸者125人 居家隔離14人 其中新竹線三足跡都已經消毒完畢 另外一起旅館群聚在台北市 由於按18761 20多歲女性住完防疫旅館 解隔離的第四天 才出現喉嚨痛確診 經向上追溯 同層樓不同房間 719房有印度境外移入家庭 在檢疫期間1月24號確診 依序找出7樓的15房和18房 都確診恐怕是遭傳染 兩境外都改本土 環境的調查是說 他們的這個天花板 看起來有一些這個可能空間上 會有房間之間氣流相通的一個可能性 對此北市防疫旅館 採檢住客26名 員工10名都是陰性 樓層清空 禁止6天空調設備改善前 站不住旅客 本土數字下降 但又爆旅館群聚 疫情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也令民眾十分擔憂 借謝文祥 楊宗彦綜合報導